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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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每一步都在看 當然是足球 足球是我的夢想 我喜歡踢前鋒 因為我喜歡射球 在維園入九球 我喜歡射球 我喜歡射球 經常可以撥球 你喜歡撥球 對 很棒 我喜歡看後衛 為甚麼 因為後衛可以經常搶別人 還有如果後衛 還有龍門的殺人大一點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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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輕輕的 你給到前面 在你腳面彈到前面 一彈完之後 很快的 就馬上走了 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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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 他開辦這間足球學校 專門教四至十六歲 喜歡運動的小孩踢球 很棒 這個念頭 完全是因為自己的兒子Matthew而來的 現在開始因為課外活動很流行 自己的兒子讀書也要參加很多課外活動 想想不如搞一些足球學校 希望可以培養好的球員出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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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停我 我去衝衝 知道嗎 你不要在這裡折腦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兩點 一二 因為我小時候 跟我爹地在香港 他教我踢球的時候 我對著牆踢 然後慢慢習慣了 在四歲左右 就開始踢球 踢到現在 City 漂亮 Matthew和其他小朋友一樣 有空喜歡玩遊戲機 不過 他說打遊戲 怎麼也不及自己下場踢球那麼刺激 因為打遊戲 你只按著按鈕 它很快就走來走來走來走去 然後射球 你只按鈕的按鈕 但踢球不同 你每個人的速度很不同 踢球反而用自己的能力 和合作精神 但如果像打遊戲 兩個人打 然後又沒有合作精神 籃球我都認識 我比較差 我都不學 我學了一個月就不學 足球 好玩很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踢球好像好玩 然後撲 飛來飛來 很好玩 這隊叫式家 然後如果第二隻是娛樂 你可以買一隻叫式家 然後第二隻就叫娛樂 那就是最厲害 這個就是棋子 人家按鈕 然後最後打完一比 然後十月馬子輸了一比零 全部不進 然後別人進了一球 當然不討厭 我們的人經常這麼差 那個球不知道去了哪裡 在香港辦足球學校 最大困難是場地難球 康Sir辦校頭幾年 最難是去找球場給學員練球 有場地 租金又會很貴 交易的長租是很貴很貴 曾經我們試過租 另外一間英童學校的長租 是千多元一個小時 但長遠來說 我們把所有賺的錢 全給人家 這些黑色 上次擺白色的 對 沒錯 最近 他終於密識到一個合適的場地 就是把一個公屋停車場的天台 鋪上人造草皮 改裝成足球學校的球場 市區基本上有地都要來建樓 怎麼建球場 但這裡的好處就是 它本身不能改變用途 它只是停車場和球場的用途 它不能改變其他東西 我四歲開始踢球 踢了五年球 我看完2002年世界盃 巴西對德國那場之後 我就開始喜歡踢球 從他二年代 他開始看過電視 我開始看過他 然後 我又開始興奮 但以前 我並不太興奮 現在我愛他 我希望他會成為球場 因為他愛他 他喜歡球場 我希望他會成為球場 因為他愛他 就是他真的喜歡球場 我相信他會這樣 在你的生活,你必須做什麼你享受 rather than go to work every day and do something you don't enjoy. 啊,冠軍! 哇,不要哭! 現在呢,就知道打中場了 負責分球,左右兩邊就出球 我之前比賽,進入第一球 就覺得很有滿足感 會很久都不會忘記 正常應該是十年後 這一班應該是很大機會 就是技術 因為他們不僅是技術 因為腦袋裡是比賽的足球 譬如在街上踢很多球 可能比賽的球 技術很好 但他們去比賽是不行的 很多這些球 他們去打中場 他們去打中場 你得打中場 你得打中場 你不太會了 因為他心目中最厲害的球隊 全部都是歐洲競類 我以前喜歡萬年 然後呢... 2004年阿仕奧贏了冠軍 我喜歡阿仕奧 但是他踢法很好 我不捨得穿 太漂亮了 我真的想去職業聯賽 我爸爸也知道我想…挺想我去 如果要在香港,我就不想找到職業聯賽 中國也找到 去中國踢甲屍 然後慢慢上去高級一點 And we'll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 We are the champions 是人生 一口 再一個也 這幫足球小子平日掛在口邊 經常提及的 都是歐洲和南美球隊 偶像全部是國際球星 這一天我們特地安排他們去旺角球場 看一場本地甲組聯賽 感受一下球賽的現場氣氛 靜音音 只聽到外面球場的人喊喊 沒有真的踢球那種感覺 沒有球員喊喊 自己付錢嗎?不看 如果真的值錢 真的要買票 可能是巴西 巴西來到真的值錢才看 如果我們普通隔了 又沒有氣氛又沒有吃,很悶 有機會吧 十四秒 很厲害,香港力量 十四秒被人射 很厲害 他在籠門衝出去,接完不緊 為甚麼接不緊,他也能接到 我們那個籠門也能接到 有手,有信心 整個球場最盡力的就是後面那個 整個球場最盡力的就是球證 現在香港足球的問題是 在你搞清分之前,你要找到一塊很漂亮的地 去種那棵樹,但香港的聯賽就是那塊地 他沒有一塊很漂亮的地去種樹 很悶,我喜歡打香港球 很悶 我都說不會在這裡踢,我一定會去其他國家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你現在很高級數嗎? 不是啊,你更高了,聶盟 就算他們又開始去了其他地方 一路開始說,沒說想要去香港 每個人都在想去中超,去JL 我常常說,你的土壤一定要做得好 如果不是,到頭來真是越來越少年輕球員投身的足球 我們看到,今天只有幾百人看 還有本身,聯賽的推廣 現在其實入場看球的20元票 我想是佔大部分的 真正球會是沒有收入的 變成了你沒有一個好的土壤去種那棵樹 就算你有這隊零八這麼多年輕球員 都沒有辦法踢得好 在哪裡… 在香港,聯賽的球拜真的很廢話 我沒有獨bo零球賽能力,我不懂比波 我已 Essence 你出去踢得動嗎? 你覺得嗎? 起碼都看了他的位置 不錯 這場比賽 由本地年輕球員組成的香港08 終於以0比4 輸給有外援的資深球腿結智 我從小到現在看到了 直到今天 我都沒歇過來看 我發覺到時候的球 就好看一些 比較刺激一些 現在所謂的大球會 有時候打得真的很壞 不是假的 所以這樣就吸引不了觀眾 還有你說 那10年8年 都出不了一個所謂的球星 那就變成少了很多觀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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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資訊發達 每個人都會看英超 看英超 看英超 你再看香港球 你一比較 看香港球的興趣是低一點 你要有人支持香港的足球才行 如果每個人都不支持 香港足球越來越 沒有人看 成為香港人 希望香港足球會一直好上去 這群球團的新一代 過去五年 除了每個星期練一次球 學校每年都安排他們 跟其他球隊比賽加強實力 讓他們多些不同類型的對手 還有可以多些小孩子一起踢 那些小孩子的進步會好些 楊智迪出來, 三個打三個 OK, 繼續 對, 給我, 我又控著那個球 我又給回去 那你才四球 曾經踢過甲組聯賽的蘇少爺 六年前開始在中小學教足球 還在大埔搞了個體育會 一心培養年輕球員 所以踢球你應該怎麼說 後衛的就不要跳球 學一下團體的精神 所以你說滿足感 就是當那些小孩子 踢到你腰球的水準出來 無論贏球輸球你都會開心 小孩子練球, 喜歡踢球也好 他真正的比賽少 是多些比賽才能培養到他的經驗 到他日後長大了, 他的經驗好 那就會進步一點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多重要 所以這幾年這麼多 地區也搞這種訓練班是好事 多點邀請賽, 培養到小孩走 四球 好, 好 好 轉身, 四球 踢過來這邊 來前面另一個 好 好 不是第一線 去到鹽片那邊一樣 好 好, 要拋著小孩 好, 八蛋 好, 啊 好, 太好了 好, 要拋著我 好, 要拋著我 是要拋著我 來, 拋著我 好, 四球 好, 水 好, 水 要開, 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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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 我想我沒有叫人長遠, 左一點, 右一點 2比1, 撞四入了, 超美, 掛摸 後來也有錯 可能被人打快點不夠快 就算贏輸, 要令他們覺得 知道贏是有原因, 輸又有原因 變成他們的小朋友踢球的時候 他們很認真地踢, 但他們不會有任何 贏了輸了球, 就罵別人的對手 或者贏了球好像很厲害 這樣吧 大家一起斜路, 那個實力是一樣的 全隊合作, 自得法 我們今天也打得好 左邊 這輩子 最困難的就是我們體驗不到一件事 這群小孩究竟會踢到多少歲 他們會離開呢 因為他們還有很多問題 他們讀書的問題 或者現在他們能夠給這個學費去踢 或者遲些他父母沒有能力給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繼續踢呢 又是另外一樣的 我要想想將來我要踢球 我要踢球 我不會做其他事 因為這個是我的前途 我是真的想踢球 為香港爭光 我爸爸大過想我做足球員 他最想我當然是加入法國隊 但我想加入英格蘭和車路士那隊 因為我覺得車路士有我的偶像林柏特 還有英格蘭也有 所以我想加入車路士和英格蘭 你不會累嗎 拍攝就會累 拍攝才會累 對,不知為何 練過的心情很興奮 但是拍攝的心情不興奮 拍攝不能玩 我要只在這裡拍攝 跟著來是 creo 謝謝是 我去買咪 我去買咪 我自己買咪 你買咪 我去買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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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